我现在念经是有念了七种经文 会不会太多啊 七种经文的话 一般的都是小经 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主要是大悲咒心经和礼佛大餐悔文 一定要坚持 听得懂吗 我就是问一下 我现在礼佛大餐悔文是三遍 然后大悲咒跟心经 跟老生咒跟解决咒是二十七遍 然后大悲咒有时候 工作里面是二十七遍 然后一天最多念四十九遍这样子 每天都是 可以 没问题的 然后总提成这四十九遍 然后那个 圣无量色决定光明完头了你 我也念二十九遍 可不可以啊 是你给人家念 所以你自己念呢 我自己念 因为之前有一位师兄 打电话过来问说 那个乙肝患者说 您说要念这个 这个经 是吧 是不是 对了 但是我像 是不是 只要是患有乙肝病毒的人 都可以念这个经 并不是这么讲的 因为乙肝病毒的话 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说 因为已经 比方说肝不好的话 因为肝不好会 让人短瘦的 你听得懂吗 实际上肝是造血的机器 如果一个人肝不好的话 很容易让他 继续做成不好的事情 你明白吗 明白 但是如果说 他那个 肝功能是正常 但是他就是有那种 大上扬小上扬 那样子 有没有必要念呢 我觉得先不要 有没有什么必要念 因为毕竟年纪轻啊 你随着要念大悲咒 就可以了 那大悲咒第一天就是 公告27遍 另外再加 22遍 这样子一起 加起来 49遍 没有问题啊 对对对对 因为unoakiynm39遍 цев是不是 没有问题 要等了 好 冤费 我 冤费 冤费 我们 冤费 冤费 冤费